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特别的苏提 看来能得到不错的数据 叫手下带上他 回营地那里吧 身体没有受伤 武器和终端都还在 现在的情报太少了 首先需要想办法 搞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 鬼魂护主会名册 无声 顺利 还有许多名字记录在 有些名字被划掉 这些大概都是 鬼魂护主会的成员 也就是荆州的失踪者 这里难道是 鬼魂护主会的大本营 刚才我就是被关在这木箱里面 因为已经被弄坏 现在轻易就能打开了 什么东西加在凤里 这是加密通讯触版 和终端的普通通讯不同 这个装置不会被轻易侦查到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东西 似乎没有更多的线索了 但至少可以肯定 这里肯定和龟魂护主会 有莫大的关系 先用刚才得到的加密通讯触版 将这里的情况和坐标 发送给赤霞他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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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信息传输完成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接收到吧 现在该想想 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了 哦,你醒了,出来吧 看来你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活蹦乱跳的 受了这种程度的惦激,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醒过来了 我还担心,你会不会就这么长睡不起 还准备去找无声医生来给你看看 我对你的命没有兴趣,但是掩饰大人想要你活着 哎,你这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和盈利小姐说话要客气的 你家人呢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爱抛下家人往外跑 今天是营地的家人团聚日 老太婆我,绝不允许有人擅自离开 你给我回篝火那边老是待着,别想开溜 盈利小姐,麻烦你帮她带下路吧 听到了吗?你别想那么多,跟着我走吧 那你也可以选择逃跑 不过,我不推荐你这么做就是了 无声医生在你身上下的毒,如果没有解药的话 你过不了多久,就会毒发身亡 信不信有你,但我没有理由骗你 反正你本来就打算接触掩饰大人找回记忆 何不跟着我去看看 这里是归魂护助会的大本营 从荆州逃出来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 不如,跟随你也加入我们怎么样? 真是明显的谎言 你以为能骗过我? 走吧,不管你打不打算加入 都去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这里的人在一起 是,你要这样的行为 是,我仍然可视不得帮承受 你,放选了 你的脸 你不是很混乱,我仍然可视不得了 大哥哥,我妈,她没恶意的 只是性子急 虽然不知道我还能陪着她多久 但我还是希望 他能多开心一天是一天 我知道待在我们这些人偶身边 他总有一天会受到影响 但我还是想多配配老头子 你当然可以指责我们 能够再和金鹿兄弟见面 我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我知道我只是一个人偶 毕竟都是死人了 反正都死了 也没什么好执着的 我只能分开 这个人是谁 是掩饰大人的客人 你不用害怕 没关系 只要不打扰到我和我儿子就行 那又怎么样 就算是人偶 那也是我的孩子 明白些什么 漂泊着 还是不要再刺激他 我不会让任何人 再次威胁到我们的生活 大哥哥 爸爸他在里面 一双轩双在照看他 爸爸 能够再和京洛兄弟姐一起 见面我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我知道我只是一个人偶 毕竟都是死人了 反正都死了也没什么好执着的 你好啊 我叫进路 我和何昌是这里的守卫 负责保卫大家的安全 没错 我们之前是和李荣兄一起在夜归军服役的 你的超频症状没有恶化吧 谢谢银零小姐的关心 我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李荣兄他 果然还是发生了严重的超频 何昌他也是夜归的士兵 是我的搭档 他为了救我而陷入了重度超频之中 没能救回来 是的 为了能够报答这家伙的恩情 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会不准备 是我的搭档 到了 他在最后才是遇见的 或者是真正确有的 他会在那里的小姐 他不适合 邂逅 我也是 是你去的 我还是去的 Road 不慎一声 李荣怎么样了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一直都没有醒来 不好意思 我不是共鸣者医学方面的专家 恐怕已经束手无策了 那也没办法了 只能说 他不该试图逃跑 反抗掩饰大人的命令 嗯 没错 这都是掩饰大人的命令 因为你并不打算加入护主会 只能出此下策了 他们不需要 大家是不会逃跑的 因为在护主会里 才能和自己真实的人永远在一起 是的 但我更加清楚人偶的意义 就算是最顶尖的医生 也有无数拯救不了的生命 就连自己的妻子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在痛苦中死去 眼尸大人的人偶 给予了我们这些人救赎 只是任何医生都做不到的 那你呢 你也有无论如何都想再见一面的人吧 那就去找找眼尸大人吧 他肯定能帮助你的 我想起来还有个要去的地方 你和我一起吧 放心 不会害你的 至少现在不会 都请不吝点赞 我 我 可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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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你 喂,站住,你不是鬼魂护術会的人,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许秀,你受伤了。 廷林小姐,你回来了吗? 别勉强自己了,休息一下吧。 这个是掩饰大人的客人,你不需要太紧张。 保护这里是在下的职责,这点小伤没关系的,在下没事。 如果你死了的话,更加是失职,而且这里已经不需要护卫了。 但掩饰大人以前可是吩咐在下,一定要保护好这里。 已经没关系了,他估计不会再回到这里了,这些东西我等会也要清理掉。 掩饰大人即将实现他的夙愿。 他和我,都已经不需要这里的东西了。 但是... 别说了,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找无声医生拿一些商药。 我去找无声医生拿一些商药。 我去找无声医生拿一些商药。 我去找无声医生拿一些商药。